女人身患绝症最多只能活三天 为了让五岁的儿子能活下去 她竟然冲进百亿富豪的生日宴 当众亲手一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原来在五年前 年轻的美娜爱上了一个富二代 没想到却意外怀孕了 但富二代竟然让她去打胎 美娜舍不得肚子里的孩子 远走他乡独自将孩子生了下来 时间一晃就过了五年 但就在这天 儿子贝恩突然发高烧 美娜不得不带孩子去医院检查 但意外却发生了 美娜无缘无故晕倒了 等她醒来后 医生却告诉她一个坏消息 她癌症晚期最多只能活三天了 这对美娜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 如果自己死了 儿子贝恩该怎么办 美娜想到了自己的老父亲 第二天一大早 她就带着儿子 返回了老家找到了老父亲 没想到老父亲竟然见都不想见她 当年美娜未婚先孕 让家族丢尽了脸面 老父亲早就和她断了父女关系 美娜表示自己快要死了 恳求老父亲帮忙抚养儿子贝恩 没想到却被拒绝了 在老父亲心里 自己的女儿早就已经死了 伤心欲觉得美娜只好离开 无奈之下 她只能找富二代大山 没想到却打不通她的电话 多年没联系 富二代早就换了电话号码 美娜带上了孩子 在大山的公司楼下等了大半天 终于等到了大山 美娜直接告诉她有一个儿子 但大山却一脸鄙视 以为美娜这是要找她额钱 因为五年前 她让美娜去打胎时 让手下给了她一千万的分手费 但美娜却猛圈了 她从来就没收到过大山一分钱 无奈之下 美娜也只好离开 她去了银行 将自己仅有的八百块积蓄 全部都取了出来 带着儿子去吃她最想吃的东西 看最想看的电影 买最想玩的玩具 美娜希望在这最后的日子里 能给儿子留下最好的回应 而她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但在临死前 她会用最大的努力 给儿子争取一个最好的未来 于是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就在这天晚上 美娜收拾好儿子的东西 盛装打扮了一番 她要去见一个最重要的人 贝恩第一次见母亲如此漂亮 但她不知道的是 从此以后 她再也见不到母亲了 美娜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住了五年的家 这个小家再满了她最幸福的回忆 没过多久 美娜带着儿子来到一栋豪华酒店前 她偷偷将儿子留在了大山的车里 并吩咐儿子乖乖等她 她很快就会回来等 临走前 儿子却递给她一个小车玩具 让妈妈早点回来接她 美娜很下心告别了儿子 紧接着走进了豪华酒店 她直接冲进了大山的生日晚宴 当着所有人的面告诉大山 她有一个五岁的儿子 此刻的大山目光灵灵 她不知道美娜到底有什么目的 但接下来的这一幕 却让她终生难忘 只见美娜掏出了手枪 而这一举动立即吓到了所有人 但美娜却将枪口对准了自己 一声枪响后 她彻底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她之所以如此做 也只是为了让儿子能好好活下去